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大家好 我是宛如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三 在这一集节目我们想跟大家来播出一个 央广移动录音室精华版内容 这个讲座的标题叫做写一张给死球的圣诞卡 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的前资深死球 现在是无罪自由人的郑信泽 还有台湾废除死刑 推动联盟理事长张涓芬 跟听众们一起来讨论说 在台湾有死刑 那也有人因为被冤枉而入狱 他们如何经历在狱中的这一段过程呢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所谓的好人 没有被司法审判的人 如何跟这一群坏人 我们要刮好一下坏人做对话呢 其实呢在录节目之前 宛如也特别看到了国际特赦组织 今年发表2020全球死刑报告 报告中就提到 2020年执行死刑的国家 相较于2019年是大幅的降低26% 这是10年执行次数最少的一年 但是呢有听众朋友问说 台湾还有死刑吗 真的还是有的 但我们面对死刑的态度 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今年2021年是王幸福 也就是台湾最年长的死刑犯 死刑定验的第10年 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 谈王幸福的案件 同时也会谈台湾被击押 也是全世界被击押最久的 一个死刑犯邱和顺的故事 邱和顺28岁入狱 现在已经61岁了 这么多年的时间 其实宛如也陆陆续续 跟邱和顺有一些通信 你想知道他信中写给我什么吗 今天的节目 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这一段 央广移动录音室的精华版 阿泽请问你是坏人吗 我们刚刚有聊说 哪个孩子小时候不叛你啊 你小时候也有坏过 对 因为我不听妈妈的话 妈妈就会说你是坏小孩 对对对对 所以 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就说 当有一个人真的恶狠狠的看着我们 说你就是个坏人 当你涉及到一些行事案件的时候 很多的社会的舆论 就会说这个人 就可能跟孩子也说 这个人以后不要学他 他是坏人 当然啦 因为就好像 我当初 当初发生了 这件案子的时候 我到殡仪馆去的时候 那个原警的孩子 他是小朋友 当他看我的眼神的时候 他就认定你 你就是坏了 那这个时候 我当然是一个坏人 因为你涉及到 是一个杀检案件 对对对对 而且是杀死了他爸爸 他的亲人 他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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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是坏人啦 那个当下 我就是坏人 可是你心里 不觉得你是坏人 他看你的眼神 就是把你贴了标签 你就是那个坏人 杀我爸爸那个人 对 好 很沉重的一个眼神 你记得了现在 当然 所以均分 我觉得可能 可能在我们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多数人 都觉得我是个好人 对不对 怎么去分好人跟坏人 或者是说 当我们一个好人 为什么有必要去关心这些坏人呢 其实我有一个例子 刚好是跟阿泽有关的 就是最初 我觉得郑幸泽的这个判决有问题 就是我在读这个判决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不到 到底法院掌握什么证据 来把他判有罪 所以我们就开始启动救援 来了解这个案件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我们救援团队 我们都以为 郑幸泽是这个主要嫌犯 叫罗武雄 我们都以为郑幸泽是他的小弟 那因为检察官起诉的时候 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们也就真的这样以为 那我是 其实在阿泽的这个案件 就是这个是我 我很感受很深刻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 我们真的也很轻易的相信 因为检察官是国家认证的嘛 所以检察官说 他是小弟 好啊 那他就是黑道小弟 那后来我想想 忽然觉得说 奇怪了 我把券看完了 我也没看到券里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 他是黑道小弟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就这个部分 在仔细去理解 在仔细去了解的时候 发现说不对啊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那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对于不管是司法的冤案 或者是对于死刑的问题 都会很容易先入为主的 觉得说 法院都说你有罪啦 就这个时候会 当国家给他贴上 一个坏人标签的时候 这很难撕下来 对很多人来讲 就会先买单了 就相信说 好那他就是坏人 之后就是用这个 有色眼光再看他 那可是我会发现说 其实几乎在 每一个冤案里头 我们大概都要经历 同样的过程一次 就是我们都真的 起先也以为是坏人 然后可是慢慢的了解 慢慢会发现说 不对根本不是这样 那个讲他是坏人的 这个指控 其实是根本没有证据的 可是我觉得多数人会觉得 我们相信法官 相信警察官 相信警察 他们的办案 所以我们也赋予全力 给予这些专业的人士 对其实我就觉得 就大多数的人呢 我觉得无罪推定 其实没有真的 那么难理解 因为只要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自己被指控的时候 他都会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你拿出证据来 对 这就是无罪推定 可是指控到别人的时候 冤枉到别人的时候 那就没关系 好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人性里面一个 其实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要自保 一个是自私 要自保的部分就是说 那个人只要有坏的嫌疑 你最好就先把他抓起来 因为你把坏人 通通关起来了 我就安全了嘛 这是为了要自保 但是第二个 这是自私的 因为这样的待遇 落在我身上 我可不愿意 我认识的人 我的家人 我可不愿意 我一定会说 你要有证据 对 可是在别人的时候 事不关己的时候 就觉得 哦 没关系 这个其实是自私的 好 那我觉得 其实 但是我们长久以来 我在这些 这个冤案的 这个过程里头 就会发现说 人性这样的自私 其实会对于冤案的当事人 造成非常大 非常深刻的伤害 那这是用国家的力量 去做到的 因为这种 这种国家给他烙印 其实是真的是 非常强烈 非常深刻的 也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平反 其实从头到尾 我在看判决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有什么证据 可以判这个人有罪 不管我在看谁的判决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对郑信泽的判决 有疑虑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我看王信福的判决 其实也是一样 他也是一个没有证据 就把他判有罪的 那为什么把他判有罪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心理 就是觉得说 你有好多前科 所以我想今天前面十分钟 我想跟听众朋友 先讲一下 就是说 到底好人跟坏人 真的吗 我们要这样子 把人二分法吗 我自己想分享一下 我也曾经接触过一些 所谓的 在监狱里面的坏人 在台湾关的积压的最久的一个死刑犯 就是邱和顺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邱和顺 曾经一写给我的一封信的信封 大家可以想象 那时候我说到这封信有多震撼 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这封信的信封 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死刑犯写的信封吗 而且每一笔都会觉得好像在刻板书一样 应该讲的是说 死刑犯他不可以下工厂 应该是说在设访里面比较有空 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像写信就好 写信就好了 如果他 他在时间上安排上 不是很充裕的话 他会借着写信 我慢慢写 反正我时间很多 我被判的事情又不能放我出来 我又没有期限可以出来 我就慢慢写 因为他要把他的时间 消磨掉的话的方式 在写信或是慢慢写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寄托吧 方式不能讲是寄托 因为你没有明天的人 没有所谓寄托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句话 没有明天的人没有什么寄托 对 所以有些 有些同学他会写信给部长说 希望他快点签了执行令 很多同学 偶遇到 赶快执行 让我解脱 好 就问你这样听起来怎么样呢 当一个人在里面待了一阵子 真的觉得受不了了 你就把我执行掉吧 大家通常会想象说 因为死亡是最令人害怕的 所以觉得一定要有死刑 因为死刑会有嚇阻效果 但事实上 如果你了解 跟这些关在里头的同学 有所接触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关是更痛苦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延长的痛苦 然后在监狱里面的生活 其实一天里面 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放风 所以剩下的23小时 没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OK 所以有23.5个小时 你都在一个斗室里面 非常小的空间 有室友吗 通常会有 偶尔就是犯 你做错事情会关紧闭 那个时候才单独的关 否则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 那这个是死刑犯人的状况 然后那个放风的半小时 理论上你可以去运动 可是这有很多 这中间就有很多问题 比方说 你可能从牢房走到运动场 就要10分钟 所以你说要去打篮球吗 你走去10分钟 走回10分钟 你摸到球 你都该回来了 应该讲是说 开了那个社门 然后你又要点名 然后点名完你就走出去 走出去 广场操场 你又要点名一次 做个早操 然后开始 然后解散 你各自运动 他会时间提前集合 然后又要点名 进来又要点名 所以其实实际运动时间 没有所谓的30分钟 不过 我们刚刚谈到阿顺的案子 其实这也是费时联盟 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 也希望大家能够写一张卡片 明信片给阿顺 是 对 邱和顺的案件 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案件的话呢 你可以上网搜寻 邱和顺行求录音带 好 那你就可以听到第一首的原因 就是当初在侦办邱和顺这个案件的时候 远景刑求 因为那个案子有10个左右的共犯 好 你可以听到 你可以具体的听到当初 刑警怎么样办这个案件的 好 每一次我在课堂上放这个录音带之前 我都要先警告学生不要害怕 然后放出来以后还是很震撼 好 其实任何人把邱和顺的判决拿出来看 都会看到里头有很多非常荒谬的 前言不对后语的 好 那它是一个充满错误和瑕疵的案件 但是从来我们法院对于认错 对于更正过去的错误 在这个部分是一直做得很差的 所以几乎每一个死刑案件 都要花至少是10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平反 那邱和顺案我们就到现在 还在继续在努力中 就是外面有很多的民间团体 就是我们刚刚如果真的要划分的好人 在不断的去探视这些 在监狱里面待着蹲着的人 包含阿泽你也是啊 那个时候 其实你会课率还蛮高的 第一个你的家人很关心你 给你很多的温暖 它是最大的动力 对给你很多温暖 对 你说因为我在里面看到很多同学 他都没有 都没有亲人 然后或是配偶来 来去关心他的时候 他当然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嗯 嗯 那虽然我被判死刑店 但是家人的 家人他相信我 我没有 没有 没有真正杀死这个警察 所以他们的关心是我 我存在的一个动力 因为毕竟我没有做这样的行为 然后我自己又伤害自己 啊不是更伤害了家人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支撑力 嗯 对 然后有很多同学 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力 所以他 他想要放弃 就是放弃自己 对 这是我亲人所讲的 他怎么放弃自己 刚刚你有说一种 放弃自己 他没有办法 做自产的行为 因为他自产在 在 在 在管理者的方面 他不容许嘛 但是 但是 他可以 他的 他的想法就是说 那 那 那我写信给 给法务部长 请部长 赶快签了他的执行店 毕竟他已经死刑定义了 所以 所以有很多同学都 以这样的方式 作为他 他解除痛苦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提笔写信 我相信你在这两个案件里面 有一些能够触动你的点 好 也许是 比方说我们都没有 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冤狱的经验 可是我们一定有被冤枉的经验 我们在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也许被好朋友冤枉 也许被爸妈老师冤枉 那我们被冤枉的时候 有那个心理的不平 也许你可以从这样子的出发点 去 去 去同理他们的这个 这个处境 然后当然 也 其实他们 关在里头的人 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 空间是封闭的 然后他的资讯也是非常封闭的 好 所以如果外界 能够给一点温暖 或者关系 让他感觉到外面有人 好 然后那个人是一点点善意 即使 这一点点善意 对我们来说 为不足道 好 真的不算什么 我们有太多的社交媒体 有太多的方式 可以跟 跟朋友 家人在一起 但是关在里头的人 在一个孤绝的状态下 那一个人在孤绝状态下 很容易会 感受 尤其他们 你看已经被 被国家认证为 最坏的坏人 被判死刑 所以他很容易觉得 外界是充满恶意的 好 那我觉得 希望大家写这封信 就是希望能够 打破这种感觉 就让他觉得 虽然是不认识的人 可是有一些人 在关心我 关心这个案件 有一些人是 希望看到这个社会上 有公益的 好 我相信他们在 官司的过程里面 会感觉到说 好像我在受苦 别人都不在乎 那这种感觉 其实是很 很伤他自己 也很伤 他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我们这种 集体 命运共同体的 这种信任感 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们这个共同体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 不正义横行 然后都没办法改变他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对 这个共同体的 认同感 一定会被磨损的 那我觉得 写这封信 或者说 从好人的角度 想要去关怀坏人 这其实不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 想要施舍 什么东西给人家 不是的 而是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同体 怎么样去让这个共同体 能够更有凝聚力 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一个我们值得 一起努力 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 有这种一体感 我觉得其实是为了这种 这种一体感 或者认同感 而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说 如果你们是一体的 有人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你当然希望可以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 就是很邀请大家 可以一起 把你的 在这个案件里面 你触动到的东西 你想到的事情 然后用一点点的努力 把这个温暖去传递给他们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 会非常非常珍贵 是 是不是很珍贵 我们要请阿子来说了 你记得吗 第一封 回你的信 因为你写了很多信除取 对不对 对对对 谁回你 一开始的时候 你说到的回信 还是来信 你说讲的所谓的求救信 在我这边这方面 我个人这边是发出去 发出去的信是所谓的求救信 对 就是想要让人家知道 我被冤枉 可是当我发出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得到的回应 这是没有回应的回应 因为没有受到回信 就是没有回应的回应 所以你 你长时间被这样对待的话 你会越来越 越会绝望 会对这样的动作 你会 会没有动力 这些我们今天刚刚所触及到的 其实很多都是跟司法的制度 有关系的 所以包含阿泽 你能够出来 这个过程也是检察官 其实也得 要一点行动力 甚至是很大的一种改变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他要听见看见 对 我觉得这个 似乎在司法体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 所以这个结构 我想 算是少见 是 所以阿福为什么 民间团体一直不断的希望 被 让他被看见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重大的 瑕疵的一个状态 对 他的案件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案子发生在1990年 所以是很久以前了 对 到距离现在已经31年了 那当时呢 是一个枪击案件 然后死者是两位警察 然后开枪的人 这个叫陈荣姐 很年轻的一个小男生 他才刚刚成年 当时18岁 那然后呢 这个案子 大家都看见 因为现场还有别人 所以目击证员就指证 是陈荣姐开枪 所以这部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那但是呢 警察就一直觉得说 那你开枪 你背后是不是一定有指使者 所以开始追查 他背后指使者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认为说 那一定是王信福 那王信福呢 他考虑了 他觉得 他也知道法院会怎么看他 法院就会看着他的前科说 坏人 曾经是流氓 对 那所以最后 王信福决定说 他逃走了 他没有 他没有接受审判 那在场呢 最重要的有三位 一个是开枪的陈荣杰 然后 除了陈荣杰之外呢 有一个人叫李庆林 那陈荣杰其实是李庆林的小弟 这个是在场的 所有人 所有证人作证都这样说的 然后还有就是王信福 那结果呢 法院 就王信福跑掉了 所以就只剩下 陈荣杰跟李庆林 这两个人接受审判 那最后法院就认定 那既然这个很多案件有这样的结构 就既然有一个人不见了 所有人都推给他 他都不在嘛 他都不能为自己编辑 所以所有人推给他 于是呢 最后 这个然后1990年的司法老实说 是非常非常的草率的 所以呢 1990年呢 他们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用这些警寻笔录 甚至于当时连最重要的目击证人 法院都没有传他们出庭 然后一审三个月就判了 二审四个月就判了 然后很快的到1992年呢 他们就认定说 好 这个是王信福指使陈荣杰开枪的 所以把陈荣杰判死刑 好 然后陈荣杰就在1992年 就把他执行死刑了 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判死刑之后 不会拖很久 三天 七天 十四天 这样就执行了 所以陈荣杰就已经被打死了 死无对证 那王信福逃亡了很多年 一直到后来他被抓到的时候 是2006年 所以这个时候呢 距离案发也已经很久了 距离案发已经16年了 那这时候法院审理 怎么审理呢 就是说证据就没了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陈荣杰的证词 可是陈荣杰已经死无对证 陈荣杰打死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黄志豪律师会说 这是一个正当法律程序的问题 就是说像这种情形 其实当然应该重新来调查 然后看看我们现在有哪些证据 但实际上呢 法院所做的就是去承袭过去 那个1992年的判决 他几乎就照抄那个判决 然后检方也没有重启调查 所以就几乎就是承袭过去的这个判决 可承袭过去判决的意思也就是承袭过去的错误啊 我们的司法是很不喜欢去改正过去错误的 很害怕去推翻过去的判决 所以就直接都照抄 那于是王信福案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 他用一个很久以前的这些 然后很薄弱的证据 东拼西凑的 然后就说好 那一定就是你 就是你命令陈荣杰开枪 用这样子来把王信福判死刑 那王信福跟邱和顺一样是2011年定验的 然后所以王信福从2006年回来被抓到 一直到现在他在狱中也已经关了十几年了 刚刚说到王信福的案子是有同伙指认嘛 就把任何事情就推给那个潜逃中国的那个同伙 可是阿哲你的案子是你自己承认的 好我们当然前面前后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看你是2006年被判死刑嘛 可是那时候很重要的是 因为大家都说你自己承认你持枪杀警啊 我现在先讲这样好了 有时候我们进到法院了 现在讲说刚刚不是提到无罪推进吗 对 我一直认为无罪推进只是法官他们考试了 在学生时代才会适用到的 实际上在法院里面觉得 觉得好你既然被冠上了被告的这个称谓 被告所谓被告 用格嘛 不要是你有嘛 只是有罪推进的一个 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 安 好现在我这件案子有人死掉 好不管死的是谁 你当了被告你就先承认你有罪 我就先断定你有罪 你有做 所以这种东西再加上 好你刚刚讲的 刑囚在我的案件里面不会少 而且不只我一个人 这是当证人的人也会被修理到天翻地覆 这是事实 然后在有罪判决的审判里面 我们再怎么去辩解说 警察对我们刑囚 在法官的眼里 他只是倾听而已 在当时的审判过程 确实是这样 所以你确实被遭刑囚 有 但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说 你提出要国家赔偿 警察刑囚这个部分 对 可是台中地院 一审判有办事没错 对 把判决驳回 认为没有证据 对 当我被警察刑囚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收证 地方是警察的 行为人是警察 警察同事不会讲说 有 我有刑囚证信者 嗯 不过我想这个官司 其实也有蛮重要的一个意义 对 其实我不是说要 要求偿那个金额的概念 只是说 有一种 有一种要 好了 我们讲说 肾脏正义好了 对 我觉得阿哲你真的很有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 今天会请你来 一部分是你出来之后 成为自由人 但是你没有休息 就是你当然 你有本业老家种田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陪爸爸妈妈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是你在台湾的国会 立法院里面去做一些协助跟倡议 还有很多的救援行动都看得到你 因为我想说因为我被之前被救援嘛 现在我们有时间 不能讲说有时间 有这个命灰啦 当然我们就要利用 这些重新得来的生命 是 所以包含星球去提起国赔 也是一种表态 就是这个国家 应该更正 这个体制应该改变 再来就是说 刚刚曾小姐又提问 她说写卡片给死刑犯 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如果改变她的行动 可能没有办法 可是改变她的心情 至少在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 她或许会感动说 有这样的封信关心她 至少在心情上 官方讲说 那个求情会比较稳定一点 有人关心嘛 至少有人关心 对 我觉得它可以造成的一个改变是 这个因为是明信片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所以也就是说 你写去的这个 你对于这个案件的看法 你对于这个人的看法 从管理员 整个监狱的这个 这个整个系统 大家都会看到 因此大家会知道说 这个案件是有人在声援的 有人在关心的 然后有很多人认为 她这个案件是冤枉的 在这个管理人员跟她互动的时候 那个感受会不一样 在狱中的管理人 也是知道说 谁是冤枉的谁不是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一直不断的收到 这些明信片的话 我觉得对于 她跟这个监狱里面 管理系统的互动 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常常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都没有官方身份 我们都会觉得自己 是这么的微小 是没错 可是如果说 因为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微小 就什么也不做 我觉得这好像不对 反而是应该 我们反而应该看到说 每一个人虽然小小的 我们都贡献一点小小的力量 但是她其实对于 这整个社会 可能有一些 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 未来的后果 那我自己会想 我自己是会想说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不是说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拯救一个城市 拯救世界 我知道不会这样 可是那我会觉得 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做 不能因为说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就不去做 因为我会觉得 在我做那件 对的事情的当下 我已经成就了一些事情 那这个成就 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实践我相信的事情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到底能不能够对外界有影响 那我期待有 但是即使没有 我还是要做 我认为应该做的这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 可能已经要到 移动录音室的尾声了 到底我们要响应这个活动 或想参与这个活动 要把信寄到哪里 好 所以君芬来寄信 要寄到哪里去 Face这边会做协助吗 请寄到台北市正江街 一项三号三楼 好 寄到这个地址 我们就会收集了所有的 这个明信片之后 我们会寄 帮你们寄到看守所里头去 然后把这个温暖 或者是关心 或者是关注 传递给他们 好 真的台北天气 好冷好冷 听说到圣诞夜会更冷 所以大家保重 而且同时我们把圣诞卡 今天有特别准备 像这样子的温暖寄出去 嗯 不一定说你真的很认同 整集今天的节目的讨论 但是我觉得有讨论都是好的 也让大家有机会 离开自己的同温层 跨年 真的要跨出去 看看不是同温层的人 在想些什么了解什么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 谢谢两位来宾 阿泽 谢谢天芬 谢谢 拜拜